中聯辦和港澳辦 我不要說它是攔持其舊 變成惡毒一些這樣的語言 起碼它都有不可推卸責任 所以英文就是accountability 它究竟在香港二十多年 你怎樣近距離接觸香港群眾 共產黨很厲害的這句話 跟群眾一條心 心連心 同呼吸共命運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這些群眾一夜之間走到你的對面呢 這些東西不會突然之間 是有發展過程的 就是說你沒有做好這份工作 你又失職 因為你的失職沒有做好這份工作 亦都令到中央決策當局 包括我們負責香港事務的韓正大老爺 因為你覺得這些我相信你的 我以心相許你的 是吧 相信你的 那你當然是如實反映給我知道 但是反映出來 原來不是那一種 變成中央被誤導 因為它被誤導的話 就可能對香港就產生了一種 不恰當的看法 這件事很危險的 因為這件事的不恰當 不正確的看法 就會可能會令到一個兩制 好像習主說的 但是走仰就會 習主席語重心長來到香港 都跟你香港這班官講的 要不走仰不變形 原來我走開之後走仰了 就好像以前封建時代 那些官皇帝來到 或者以前那些港督出巡 馬上洗太平地 洗完之後過兩天就走仰了 所以我們說中聯辦是有個責任 不只是特區政府 因為中聯辦是看著它的 還有你有很多人說 你又有什麼新界部 什麼部什麼部的人 原則上上山那鄉 去了解民眾 聽聽他們的意見 這些是你的老本來的 對嗎 甚至無語言 雖然很簡單 我都聽到而已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我接受大紀元訪問 你和這些是反共的 是吧 怎知怎知 還有我的朋友關心我 你這樣批評會不會有問題 當然啦 人家說要死一輩子 不死大半輩子 是不是 如果我還有75歲的命 或者長命一些 好像我親戚 流行發主席那樣 喊到80 我都是十年課仔 玩完了 那我不怕的 但問題是一樣的 就是 中聯辦是老虎屁股 不可以的 不可以批評的 你絕對正確 那你不更重要的習主席 如果你認爲我不對 就大家 喂 你這樣說 是不對的 那你就說出來 是不是中聯辦都問過你 啊 是不是中聯辦都問過你 他又沒有說 明刀明槍的 剛剛才說 他對我們這些刁民來的 是不是 可能以前 就做過信民 現在就做刁民 其實信民和刁民 都是一個人來的 當你的社會是OK的 派平盛勢 風和日暖 是不是 那誰做皇帝不關我的事 那就順民了 你說怎樣就怎樣 沒有所謂 但是當社會不靜 民生苦困 喂 你不做賊都不行 我想他有沒有彎轉 彎一定有 不過那個彎 那個彎的彎 跌落懸崖 是啊 還是跌落一個屎桶呢 還是還有一條康莊帶路走呢 或者是揚長小徑 不知道 但是彎是有的 問題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領導 跟香港最高領導 你有沒有這樣的氣魄 剛剛先 如果你錯了 你就認錯了 不對的 你不要緊要的 你說沒有面子 這些不是你個人面子問題 而是整個社會 你七百萬人的問題 的安危 你的肩膊 是擔給七百萬人的安危 喂 我們的身家性命財產 妻兒子女 是擺在你面前的 你處理得不好 不是你個人而已 對不對 是七百萬人的 你憂養生式繁田是否能在你身上 就是說這些人 說得多都真是浪費口水 所以先喝一口茶 說到他那個施政部 那件事真是 不是令人迷陷 是吧 是一個非常惡體 難堪 如果你這樣下去 施政部份就讀不到 那你就問一下 大會 又起不了作用 喂 那你怎樣 我真的 你怎樣管治下去 立法局都去不了 那你怎樣跟行政立法 如何溝通呢 是吧 我看他都 用回李嘉誠那個說話呢 他變成了王台之瓜 那隻瓜 喂 你怎樣搞啊 出入 出入不止王朝馬漢 整隊二臨軍 那你說你那個 作為特首你怎樣管下去呢 那再加上他那個 就是講話的施政部 就是 我們中國人應該說 未官其人呢 就先官其右 是吧 所以你研究一下 何坤堯醫院呢 就是你有機會 就可以看看他身邊 究竟跟哪些人交往多 是吧 那你就知道他的 他的心態 就是 我們看回那個施政報告裏面呢 我不敢說一塌糊塗 那都是有些事情講的 但是講的都不是目前 我們經常講 中央那些 那些傳媒有講 香港目前最重要的是什麼 止暴制亂 不是說哪裏有啊 填海啊 那裏有收地搞亂 就是搞到周圍 燒起火台 現在火台還不夠啊 是不是 沒有一個安定的環境 沒有一個和諧的社會 你撕什麼政報告啊 是吧 那些交通燈 那這陣子弄好都不夠兩天 那裏又沒有了 那你講什麼建設啊 講建設 講發展 是要有一個穩定的社會局面 阿爺經常講 穩定壓到一輩子 穩定代表什麼 穩定代表了 無論怎樣都好 穩定代表和諧 或者被和諧 但是 起碼是安定的條件 你現在這樣 最慘就是 幸好我幾十年 娶了老婆 現在我今天娶老婆大禍了 都 擺了酒都沒有人來喝 你自己都不夠多一次新娘 很多半次不到新娘 都有新娘 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下 你叫人家怎樣去安居 你整個師兄報告 其實是四個字而已 或者八個字 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 然後你先到下一步 我要投資怎樣 你怎樣投資 誰來投資 你自己丟掉 你自己把儲備給它 是吧 這樣不行 還有你看那些政府官員 一帶糊塗 譬如好像 丘騰華 丘騰華我都不想浪費他的 因為他都叫我師叔 是吧 我都要保護些 世宅 私宅 但是說些話 真的不太對 不是很對聽 為什麼他說 現在 美國那些 有人通過 美國的人權 對香港說 什麼關稅區 我們不是同一個國家做生意的 關係 我們同一個國家做生意 一個國家 是影響我們不到的 沒有需要的 哇 你做商務的 商務是經濟的 美國是什麼 美國是當今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美國 如果和美國打交道 做生意 一句等於一千句 如果你以這樣的思維 叫人們不用怕 生意要怎麼做 美國是香港最大的市場 你擁有一個最大的市場 你不用到處摸 是吧 如果是這樣 中美沒有貿易戰 中國不用和美國打仗 美國是一個國家 我不賣給你 不用你做生意 你收關稅沒用 我不賣給你 你收什麼關稅 中國都不敢說 中國都不敢說 美國都不敢說 都要重視的市場 尤其是這麼大的市場 你覺得經濟 作為負責這個部門的頭 局長 這樣說話的嗎 不要緊 如果美國制裁你香港 玩完了 強大到我作為中國 十三億人口的市場 我們應該叫做 雖未知道 成勢 都達到四方階段 我們都要和美國人 聊天 因為為什麼 今天都是美金為主導 美國的市場 大到無倫了 知道嗎 你竟然說不重要 美國講一句 沒有所謂 我發展海外市場 其他國家 炒賣都不敢說 政府這樣的官員 這樣的心態 你現在有沒有人走 還有 中美貿易戰 開打了超過兩年 你現在又說 陳茂波又說出來 又說要加措施 兩年多 你做過什麼 沒有做過 只是收大人工的 創新科 從梁振英搞到現在搞幾年 創什麼新 做了什麼出來 美國的市場 做出口也好 做廠也好 最大的買家 至少七成以上都是美國的 是美國 你不跟美國做生意 你沒有美金收 你沒有美金收 你拿著的東西 買不到錢 你說什麼 你現在香港 只是跟美國的外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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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如果他進去 這次 那次 然後 他把這個 的 他買房子 當然可能他不知道 當他不知道 不過你作為核心的團隊 你是政治官員 你沒有政治覺悟的嗎 沒有這樣的觸覺的嗎 是不是 如果在一個地方 不用說了 叔叔請你下台 陳茂波的所謂財金官員 喂 劏房都敢找你做 這個整體根本都成問題 整個管制班制都會有問題 好 好像這個鄭若驊那樣 你可能跟他很老爽 難歸姊妹 你都告訴他 阿妹 現在沒辦法 好像孔明輝雷眨馬叔那樣 沒辦法 劇情需要 形勢所迫 麻煩你借頭來用 我借你的頭不是用來坐的 斬了它 然後呢 風光大撞回你 力遠 為什麼不這樣做 有些人說 喂 沒有人肯做那個三殺位 那就是副手聲唱 副手做開不會不做的 是吧 用客人吧 你不做錯了 開開開開開 市民資訊源 新聞資訊自由 和認訊自由 合格公司 我們令人的消息 你又恢復 我們太過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